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也不是什么老板 我开了一个两个人的图片工作室 图片工作室 我能参观一下吗 欢迎啊 不过我那地方太小 没办法停车 没关系 你妈最近身体好吗 挺好的 我去看过她两次 都没在家 是不是搬家了 没搬家 家里还是老样子 我妈挺好的 她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温柔豁达多了 好啊 来 欢迎参观 严谈大哥 不错不错不错 行吧 哪个军师给你戳主意 我姐夫 挺好挺好挺好 余小姐跟孟昕是一个专业吧 对啊 那你这跟孟琪有点专业不对口啊 还行吧 这个拍得不错这个 这个啊 这个啊 是上次去我姐那儿帮她抢拍的 你要是喜欢送你一张 回头我再写 我倒是想要 可你姐没同意 我拿了怕不回事 小时 工资要不要了 过了好几天了 工资我当然得要 不议到我吃什么 别哭成了 又没人找理解 不过这个月的奖金 你可太低了 又没有特高稿费 行 谢谢啊 叔叔啊 别错了 错不了 爸 回来了 快点吃饭吧 回来了 菲菲呢 去我妈那儿了 她是她小姥姥的 又离什么意愿 想听没 喂 谁啊 谁来的更好 没事吧 吃饭吧 冯夕 你是个不会撒谎的女人 告诉我 发生什么事了 又是恐吓电话 为了框档稿子的事情 又是恐吓电话 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了 好几次了 好几次了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你和菲菲的生命安全 受到威胁 我也是怕给你带来压力 再说 我觉得他们也不敢怎么样 你觉得 你以为他们不敢啊 太幼稚了 你忘了以前我被人追打的事情了 我告诉你 以前我一个人 我可以单枪匹马 我可以无所顾忌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要为这个家庭 为了我的妻子 为了我的孩子考虑 你害怕了 是 我是害怕的 想什么呢 我在想 你这个袁正大哥 这么多年还惦记着你姐姐 喂 你好 请图片工作室 小雨 一飞去找孟琪了吗 没有啊 不好了 她跑出去了 你们吵架了 发生了什么事吗 小雨 我不知道一飞 会做出什么事来 瞧你 声音都惊慌的变了 快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喂 谁啊 我是大庆 你回来了 刚下飞机 陪我吃个饭 好啊 在哪儿啊 乖乖不哭啊 来 妈妈喂饭 来来来 喝点啊 真乖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吃了呢 晓晓 嗯 给你大哥拿副碗筷 嗯 去带杨阳出去吧 好 走吧 你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你还能不知道 工地上部分钢筋材料让人换了型号 这事你知道吗 知道 是我同意换了 怎么了 我又给豆换回来了 我知道这事我没跟你商量 做的有些性急 可是我也没做错什么呀 同样质量的钢筋 你为什么要选价权贵的呢 你怎么知道质量相同 你有检测报告吗 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人家技术人员都这么说 能出什么问题 能出什么问题 你说能出什么问题 有一天这楼塌下来 我给你哭都来不及 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擅自决定 重要的是要先商量 我希望咱们都不要破坏这规矩 袁正 你不要得理不让人 当初你落魄的时候是谁守着你 是谁拉了钱救了你 又是谁跟我说离不开我的 现在公司起来了 你日子过好了 你就开始嫌我碍事了 我哪点做得不够 是啊 与其说我娶了一妻子 还不如说娶了一副总经理 袁正 我跟你一样上着班 我做妻子哪点做得不称职啊 你还是不明白 请 话不 慕以成舟 来来来 慕以成舟 慕以成舟 来 你怎么了 你教我什么呀 我有变化吗 来 干杯 好 来 小雪啊 你知道吗 我上大学之前啊 从来就没离开过我们明天山河 最远的也就是到我们林村的小卖店 别说是红烧肉 就是过年煲饺子 都很少往里边放肉 我第一次吃红烧肉 十一分请我 这大学四年啊 几乎每天中午饭 他都在我跟他一块吃 共吃一早菜 从此 从此你就开始奋发突强 从此啊 我就懂得了人间 最可贵的一种东西 情感 是啊 你是愤怒出结果来了 我这么多年 也就是忙忙碌碌地过来了 我说不 大请 我是请 请 我今天请你来啊 就是这意思 很高兴的是我今天一看见你 我就知道 回心转意 不容易啊 今天是大好的日子 来来来 我们好好幸福一下 一醉方休啊 对了 小学 我告诉你 从现在起 十一飞先生就是本公司的副总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明白吗 来 施总 我敬你一杯 好 好 喂 一飞 这么晚了 你在哪儿啊 你先睡吧 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得理解孟兴啊 要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必须自己做出程序来才说呀 可是孟兴到现在 都拒绝从他的梦境里面走出来呀 没事 没事 我去茶室喝茶去了 好 好 我就不叫你去了 因为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办 这样 明天早上在办公室我等你 别让我空欢喜一场 别人越是不想让我干的 我越需要干的 明天办公室见 好 好 来 送他回去 不用不用 全都留不 我自然回去 没关系 我送你吧 慢点啊 回来了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你到哪儿去哪儿呢 明天我给你一个惊喜 不 你现在就告诉我 是这样的 我今天啊 和潘大庆见过面了 我们俩是一拍即合呀 明天我就上到公司里面上班去 你说什么呀 你说什么呀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你不要那么草率好不好 莫星 我知道啊 你现在不理解我 我可以原谅你 我可以理解你 但是如果你不让我看这个事情 我可就要怨你了 莉菲 你可以怨我 但我不能对你不负责任 我知道你很想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也明白 这段时间你的单位很不开心 但你不能因为这一时的情绪 放弃你所热爱的事业 莫星 人总是要和钱打交道的 你一定要克服你自己内心深处 恐前症 我又不是去拿不义之财 也不是所有的人 有了钱之后 就一定会上断头台的嘛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多了啊 事总 小薛 这些都是你的 这是公司跟你配的手机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八千 我刚才在财务部 已经帮你数过了 这是你的替车钥匙 这是加车证和行车证 小旭 我不会开车 这有什么难的 这几天就学会了熟练工种 小旭 三天之内把石董交汇 领他上的高速房 没问题 我说木 木雕 木雕 木雕给你买回来了 这别再听木雕了 潘总啊 我跟你谈谈 那我先出去啊 当着公司人的面 别喊木瓜木瓜的 都不知道有这外号 行行行以后不这么叫了 大清啊 你瞧你给我这么多东西 我可什么都没做 那都是给你啊 必要的装备 我不能再让你开着摩托车 拎个破头盔 是吧 用的还是报社的电话 微薄的工资 这不行 我是怕如果我做不好 给公司造成损失 生意人的经验啊 都是拿钱给堆出来的 就像那个射击运动员 都是拿子弹喂出来的一样 你放心大胆地干 不要有顾虑 行 我从销售学起 我得先向你学 你跟我学就什么也学不会了 一飞 你到这儿来不是来打工的 是吧 是来干大事的 我们公司将来也是干大事的 这样 我想让你啊 先接手一下俄罗斯市场 我去开发欧洲市场 人家是扶上战马送一程 你可倒好 抽我一鞭子 就让我跑啊 你就不怕我从把背上摔下来 我用绳给你捆在马上 你摔不下来 再说了 即使摔下来 只要不摔残废 我相信你 肯定还接着上去骑的 我相信你的驾驭能力啊 孟兴啊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孟兴 你怎么来了 请坐请坐请坐 坐坐坐坐 潘总 我想找你谈一谈 孟兴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 没事没事 孟兴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潘总 这么多年来 你跟易飞青铜手足 我知道你很看重她 但是请你想一想 跟金商相比 她是不是更适合干老本行 孟兴 孟兴啊 很高兴 你能来跟我谈这件事 说实在的 我很羡慕易飞 有人能这么呵护她 那么爱她 这是我想起 我第一次做生意的时候 陪她个一干二净 回到家 不敢跟父母说 就悄悄的 告诉我老婆 我老婆就把我轰出去了 说你出去吧 你啊 还有资本 你得接着去翻本去 我说我一分钱都没了 我老婆说 你还没把你自己赔进去 这就是你的资本 一个男人 也应该到外边去闯荡 说实在的 我现在想想啊 真是还挺感谢我老婆的 要是她心一软 把我留在身边 哎 也许我 这一生 没什么风采 易飞啊 是一个很好的记者 可是黄欣 你愿意看到她在商界的风采吗 就是另外一个她 也很有风采 我觉得这样的男人 更值得你爱 黄欣啊 一个人的机遇和转折啊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碰到的 你就让她试试吧 可是这个机遇 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不 就要一年 就算我跟你借她借一年 如果这一年当中 她成绩平平 我 我主动认输 一年后 她还回得来吗 我当然能回得去啊 现在报社里面 都不是实心聘务之吗 对吧 这一年啊 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啊 只是一瞬间 你就啊 当她在瞬间之间 打个盹 好不好 我是说一年后 她的心还回得来吗 孟欣 你看这 大千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对不对 你听我话 现在就回去吧 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好吗 乖了 乖了 好吗 快快快 不不不 别走别走 这孟欣啊 好不容易来一趟 这么着 咱们一块出去吃点饭去 不了不了 你们先忙吧 好 我还是回去了 好 我送您的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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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语 是我 你飞下海青山路 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累不累满头大汗的 要不休息一会再说 不累不累 正上行呢 再来会儿 一定要把油门和离合影控制好 这最主要的 骨子发的 嗯 ppers 来了 快快快快 爸爸 菲菲 你看 homeless 小秋秋 看爸爸给你们什么好玩呢 好玩吗 鳄鱼 鳄鱼先生 不拿去了 你给他买那么多玩具 你宠坏他了 怎么会宠坏呢 我们就一个女儿 不买给她买给谁啊 你还没吃饭呢 等你呢 我都吃过了 冯夕 对不起啊 我今天是从头忙到尾 还没挪出时间打电话给你呢 下次不这样了 知道认错就好了 我还给你买的东西呢 你瞧瞧 你猜猜看 你看看 又是项链啊 喜欢吗 我都有很多条了 我又不戴 你不戴 你放着嘛 这女人的首饰盒里面 总有这么七八条的嘛 是不是 那好了 我还给你买了一身衣服了 一会儿都试试 谢谢 菲菲 来 爸爸跟你玩 我求求好啊 我这给你玩 你睡了 你睡了 嗯 跟我说一会儿话好吗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 冯夕啊 我想起几年前 我们两个一起赚的第一笔钱 却还债是我的情景 冯夕 这不下海经商啊 你还真的不知道 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片天地 太精彩了 别人说得没错啊 商场如战场啊 不论胜负 我们都能感觉到它的激情 瞧瞧我们家 这才多久的功夫呀 我在公司里面还没什么成绩呢 可是我们变了 我们的生活质量 上去了 太好 依菲 我还是想提醒提醒你 虽然现在钱是多了 可是也不能随便挥霍啊 除了生活 和定期给老人寄的钱 剩下的我们得存起来 将来菲菲还要上学 还有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多听你的 还有啊 你以后晚上回来开车 轻一点 不要再按喇叭了 怎么了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一上楼不就知道了 这么张扬不好 这算什么张扬啊 这才几点呢 人都没睡呢 可邻居们听得不舒服 你要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吗 这叫什么话 我是凭我自己本职挣钱吃饭的 他为什么不舒服的 我说孟欣啊 你这种病态的心理 到什么时候才能调整过来啊 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一天到晚在外面忙死忙活的 我为了什么 我为了这个家 为了你 为了菲菲 你倒好 我每天晚上回来之后 不是跟我唠唠叨叨没完 就是给我脸色看 我真不明白了 花多少钱都没有一个效率 你说我什么病态的心理啊 我不是也是关心你吗 难道你觉得为什么不正常吗 别灰心啊 慢慢来 销售就是这样 时好时坏的 正常的 不是全是你的原因 你也别为我开拓 现在连两个大象都毁在我手里边 失败至极啊 可能我真的是不合适做销售啊 不抓销售 就抓生产 要不然去抓行政 不是我是怕你去抓行政啊 你觉得无聊 没意思 这么着 你选择吧 销售 生产 但是不能选择离开 这干不好就离开我不甘心啊 你再给我点时间吧 让我接着抓销售 这才是我认识的小飞侠呢 越不让你干什么就越干什么 放心吧 慢慢地干 慢慢地干 我会给你足够的时间 知道你成功 但是别忘了 我在孟昕那儿是有戒期的 什么戒期啊 你以为孟昕不知道你这戒期 是缓冰之计 再说了 他也是给你面子的 也是大事所趋啊 孟昕啊 是个聪明人啊 孟昕啊 是个聪明人啊 他很懂你 幸福去吧 您好哪位 潘老板 这么健忘呢 这姑奶奶 你在哪儿呢 我在飞机场呢 今天下午六点到 真的啊 回来了 那当然了 好嘛 好嘛 在外边啊 没完没了的这签约啊 你几年没回来了吧 你先说你去不去接我吧 当然 这晚上接风啊 就等你这句话呢 好嘞 那晚上见啊 拜拜 拜拜 喂 我是 怎么了 什么病啊 怎么搞呢 不是 我马上赶回去啊 哎 哎 让石总过来一趟 潘总 有事啊 一飞啊 啊 我儿子发高烧住医院了 我得赶紧回去一趟 啊 严重吧 不知道啊 怎么搞得也不知道 哦 我要是明天回不来 公司的一切由你来负责 这不合适吧 没什么不合适的 解决不了的问题 电话给沟通 哦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下午六点 夏文清果到机场 你替我接了一下 晚上请他吃顿饭 可是 别推辞 这事啊 只能你的帮忙啊 不是 我不认识他呀 行 要不写个牌子 哎呀 看着办吧 这些细节的事 就不用过磨了啊 哎 要留他住宿嘛 呃 他要是不愿意回家住 就让他在宾馆去住 他那个家呀 不合我吧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呃 哎 对不起请问 您是夏文清果吗 是啊 潘总让我来接你 他人呢 哦 他临时有点事情脱不开身 潘总让我来接你 那你是 我是石一飞 你就是石一飞 你还记得吗 很多年以前 我们俩通过电话 我就是听了你的意见 才签约南下的 是吗 哎 那你签约之后 还满意吧 怎么说呢 回头再说吧 啊 我来我来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想不到潘总竟然动员 你这个大记者来接我 哪是动员啊 完全就是命令 我现在是他的下属啊 真的啊 那照这么说 你终于辞职了 哦 你连这事也知道 那当然 想不到你还挺有胆识的 只不过是换了个工作而已 谈不上什么胆识 人家都说商场里多凶险 你能放弃记者那么好的工作 而选择这条路 可见你的能耐 做一道选择体 的确是费脑劲 但是能干好 那才叫能耐 我了解潘总的为人 他以前老当我的面提你 你要是真没有能耐啊 他是不会这么欣赏你的 小兔子的病就终于治好了 妈妈 再讲一个 不行了 菲菲 喝满了 睡觉了 妈妈 再讲一个就睡觉 好 最后一个哦 好 最后一个人 就在这个地方 再来就做一个 真的好 很久不客气 我们就睡觉了 会被开心 这边就像你一样 我会被开心了 那应该是一个 我会被开心了 我会被开心了 你会被开心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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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最近挺火的 很多人提起他呢 可不是嘛 人家现在是更新了 回来看演唱会啊 早点睡吧 好 我洗个澡就来啊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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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别吵醒他了 你晚上有没有安排啊 暂时没有啊 怎么了 你说现在的保护 一点自认心都没有 说好回去两天 这都三天了 还不回来 路程远嘛 让他多待了 那杨阳怎么办 那杨阳怎么办 小慧吗 舅舅啊 怎么是你啊 我舅妈还好吧 好 小慧啊 我给袁正在网上 传过去了一份资料 是欧美房屋设计方面的 最新的成果 你们好好看看啊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公司 下载来看啊 最近公司情况怎么样啊 还不错 目前又拿下了一个大项目 已经开始动工了 哎舅舅 这不是已经给你 传过资料了吗 你来不来啊 这段时间 我身体一直不好 想回来 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我倒是希望你们俩 能来美国看看我们 另一方面呢 也可以开阔一下眼界嘛 舅舅 我现阶段太忙了 你看我跟袁正都顾不上 照顾孩子 等忙完了这段时间 我们一定去看望你跟舅妈 也好 小慧啊 我对自己的外甥女儿 多少还是有点了解 舅舅要提醒你 凡事不要太急功近利 记住 做地产业 越利他人就越利自己 另外啊 你对袁正 也不要太霸道了 别把人家对你的宽容忍让 当做软弱客气 为家庭考虑 你要慢慢的淡出公司的权力圈 舅舅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 我不是你的代理吗 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在公司为袁正 起到的支撑作用 如果我退出公司 那袁正就等于断了胳膊 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 一天 舅舅在你的信箱里传到资料 舅舅说 让我们进行去美国休假 我觉得你可以带着孩子去转转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在公司多余啊 什么叫也觉得 还有人觉得吗 是让你去休假 也不让你辞职 那如果我要辞职呢 我觉得也没人不可以 停车 你不去公司了 你们男人都没有良心 停车 我叫你停车 施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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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交代过了 扯咱这笔生意啊 顺手的事 好做就做 不好做就算了 小雪 嗯 现在每一个机会对我们来说啊 都特别地重要 这次北京的朋友介绍过来的 俄罗斯客户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他抓住了 我们就算是胜利的 哎 计划咱们不是已经有了吗 计划是有了 但是重要的在于执行啊 唯有执行的好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设计理念 非常完美地展现出来 的确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 嗯 每一次和外商洽谈的时候呢 他们都提出来要把这个样品带走 可是如果带走样品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防止盗版的发生 有什么办法可以 既然他们看到了样品又带不走呢 确实是这样 现在一些万报服装 到这些新的客户手里 跑完就特别严重 花了上百万设计的服装 赔一个的市场 结果一跑百就全完了 有了 我得搬旧兵去 我梦见我和外商的敲打 可能会搞砸了 你啊 精神压力太大 太紧张了 这次一定不能失少 否则算是太大了 与非 梦是反的 我觉得你这次谈判 一定能成功的 别笑了 睡吧 我去来 有那位 如果我不能 帮忙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